直到现在 桃源机场还是每天一堆人 等着上飞机要前往柬埔寨 即便派出警方在现场举牌劝导 但还很多人都声称要去玩 不是要打工 不想被拦 其实目前在大力劝导之下 跟前几个月比起来 前往柬埔寨的人数已经减少了不少 目前淘机飞往金边的班机 每周直飞约有9班左右 转机的每周则有14班 都有空位并没有爆满情况 不过根据外交部统计 今年1到6月 前往柬埔寨约有6400多人 这个数字和台商更多的 泰国 越南 马来西亚比起来 前往的人数更是远远超出 而现在是转往缅甸边界 一般的话 如果从阳光机场入境的话 要到克伦邦 就搁引那个地方 是不太可能的 尤其是人蛇集团 是很困难的 因为那边至少有10个检查哨 其实目前新市局针对 泰越 马俭四国加强阻诈 当中泰国 越南和大马 与台湾警方关系不错 会协助拦截人数不多 因此害台湾关系 没那么密切的柬埔寨 成为漏洞 现在诈配集团换个方式 在台湾招募员工 说要去泰国 还有越南员工旅游 但到了当地 上了巴士才发现 通通还是被载往柬埔寨 医师谢总学在脸书分享 最近手法是在台湾开设 新公司招募员工 半年后办员工旅游 招待员工到柬埔寨 有些为了避免起义 还假装是去泰国或越南玩 上了巴士 人却在柬埔寨 即便手法被戳破 账片方式也会变化 民众还是得提高警觉 别出国有去无回